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期的黑水公园 我是丹塔 我是金花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电影 主演是金花儿时的女神 米拉乔维奇 昨天是生化维基7上映的第一天 然后我跟金花也去电影院看了这个电影 16吧 什么16 是万维奇6还是7 7冒号中章 因为有一集好像没排在序号里 是吗 对 有一集叫什么傅仇女神 还是叫什么王 然后昨天是这个电影上映的第一天 我跟金花也去电影院看了这个电影 但是在两个电影院看的 然后看完以后 感觉把之前那些支离破碎的细节都穿到了一起 因为这个 生化维基7跟1他的导演都是安德鲁嘛 那么安德鲁就是开创了这个生化维基1这个电影 那么收山一定也是让他来收 安德鲁这个导演 他在对这个生化维基剧情的推进上 应该说起到了这个功不可没的作用 因为我看 2到6就是这五部的时候 我感觉一直是在脱戏 因为他交代了很多支离破碎的细节 我觉得真正推进剧情的主要是1和7 尤其把7看完了以后 前面一些不理解的事 在这里面都得到了一些解答 反正电影里边看7的时候 大量的对于1的回顾的镜头 非常多 包括很多场景也都是 回到了1的那些场景 然后所有的梗啊什么都给对应上了 确实有种感觉 就是之前那些中间那些集 好像不是主线剧情 因为之前就是中间那些集 首先他换导演了 然后就是中间那些集 我感觉是为了贴游戏 因为他加入了很多游戏里面的那些元素 最经典的那个风潮 对吧 我们躲激光 当时我们在游戏里边是用Leon去躲 对吧 但是在这里面变成了这个爱丽丝 对 那个1的时候也有那个情节 也就是他们去各种躲激光 最后出了一个根本躲不了的激光 也算了了我对激光这件事的一个靠奇 因为之前一直会觉得 你都能出激光了干嘛 还非流出让人躲的位置来 是啊 你就直接来一面墙激光就完了 不是最后那个1里边 就是最后有一面墙的激光 死活躲不了 不是但是他是那一堆特别杂乱的 中间还有空隙的吗 那空隙人是根本过不去了就已经 但至少就是走脑子了 但是这回我就是也看到 就是尼拉乔宴那个人 到那屋的时候在想 都出那种激光 他怎么躲还好没出 但是他也受伤了 7里面应该是回归了 这个生化电影里边 最经典的激光那个桥段 但是金花在看电影的时候 也告诉我了他的一些感受 就是他唯一的感受 就是我跟米拉乔维基在一起 在一起 其实是吧 如果不是特喜欢看生化危机电影 因为看那个会着急 看那个会着急 就是长期玩生化危机 你控制感会很强 我看那个 你往这边走啊 你拿子弹啊 对吧 这个你应该给一枪踹他呀 你为什么要把子弹都浪费了 就总会让人特着急 所以后来 其实中间几集看的 就不是特别全 或者不是特别细 但是第一集 跟这最后一集 还都是看了 而且就是确实 米拉乔 应该是我小时候 开始追星的第一个人 就是 我是反正 后来喜欢的大部分的 女孩的这种目标都是 包括就是 不是说现实生活人 中国中卫 我也没有外国女朋友过 就是那些明星啊 就是喜欢那些外国明星 基本都会以米拉乔为蓝本 开始去拓展 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 高高瘦瘦 小平兄啊 这种 包括 KK 对 包括KK 包括就是像米拉的脸型 什么这些 对 对 对 就是 iPhone在场外揭露的真相 我喜欢的女孩 有点长得像男的 就是 有些阳刚之气 不是阳刚之气 是脸型 这个阳 这个阳被我周围朋友 吐槽过很长时间 不是 巾帼不让须眉 是吧 对 反正喜欢那样的 这个我们先 大概介绍一下剧情吧 因为那个 七应该算 把之前几部的坑头填了 反正 相对来讲 七我觉得会比中间那些机会好 尤其是在最后 故事结尾 给了你一个明确的交代 没办 毕竟是你情敌倒的 然后那个 这剧情是这样 就是 爱丽丝这个角色 在首先我们先说一下 在游戏里是没出现的 对 这个是完全电影 起家的 就是原创的一个形象 那么爱丽丝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人 她是 首先她是T病毒的感染者 这个我们要先确认 她是她身上携带T病毒 那么T病毒的诞生是因为什么 就这个病毒是为什么 到这个世界上来 就因为什么研发 是因为这个博士的女儿 她有抖垂症 对 那么会在某一个时间点 极具老化 对 这个早衰症 就是先说一下 这个不是游戏剧情 这个剧情 虽然也有缓雄阵 也有雨伞公司 但是跟游戏 好像就是两条线 你可以理解为平行宇宙 反正就是 早衰症本身是真的存在这种病 其实还挺痛苦 因为我们经常 有会看这种世界 一些奇怪的 一些症状 早衰症还是比较常见的 就小孩会迅速衰老 其实人的细胞是这样 就是他到什么时候衰 人很奇怪 他到什么时候衰老 其实细胞我觉得是有办法 一直一直活下去的 但是细胞会让人死 这是最可怕的 就是你死 是 就是你的细胞决定的 就是你会老化 咱们不是说这种意外伤害 就是你细胞会老化 你活到一定程度就会衰老 而且它内在是有一个时间控制的 有一种说法是说 跟你的整个种群的数量有关 为了控制整个种群 所以人会衰老 那早衰症就是 这个细胞的这个时间控制出了问题 他在一出生之后 就认为你该衰老了 然后就会让你开始快速衰老 一般 电影里有看说 那个小孩预计能活到25岁 反正据我所知 现在的早衰症 能到10岁就都很不容易了 是 因为尤其到 就基本上还没到青春期吧 然后他那个人就会 呃 呈现出那种老年人的一些症状 包括那个外在的 主要是外在的是吧 看起来就像 内在 包括内部 就是他所有的那个 就是器官也都会衰竭 然后那个皮肤也会出现皱纹什么 但是他的身高没有长 所以就会 我们会看到 如果你看到 认为很多特别恐怖的这种 小老头小老太太的这种形象 但是在这个电影里边 可能是为了很多视觉的因素 就那个主人公那个小女孩 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没有去按真的早衰症去表现 而且我 你刚才说到细胞的问题 我之前听过一说吧 就是说 比如尤其像这个肌肉细胞 比如咱们比较明显 公二头肌 公三头肌 如果你在这儿拉一刀 呃 它本身细胞数量是固定的 但是你通过什么去填补这个窗口 是因为 呃 周围的那些 没有被毁 毁掉的细胞 他把自己的体积变大了 去补上了 你 反正有这种说法 有这种说法 说肌肉细胞是固定的 是是是 接着说句话 就是这个 米兰娇威奇演的这个爱丽丝特 首先她是这个T病毒的感染者 然后她是克隆体 嗯 因为她是基于这个 患了早衰症的这个小孩 以她为蓝本 做的这个克隆体 那么这个T病毒的研发 实际上是博士为了抑制 这个 他自己女儿的早衰症 对 但是这个博士的同事 就是这大反派了 就是这个叫什么 什么萨克博士来讲 忘记了 反正我记不太清明 好吧 咱们就说这个反派博士 这个反派博士 希望利用这个病毒 去干些坏事 因为 她认为 就是人口爆炸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她希望通过这个病毒 然后又引用了这个圣经的典故 去洗刷什么人类 对这个世界造成的这种罪恶 什么的 她希望找到一个方法 就是在保持原有设施的基础上 同时减少人类的这个人口数量 嗯 对 就是说开始片里边 我觉得这回七会把前面故事 又重新 这回七会把前头故事的主剧情 重新回顾了一下 这点还很好 因为确实之前 一个我也没看全 一个是有 太久远 忘记了 她前头回顾还不错 就是说这个 好博士是给女儿 发这个发明T病毒 想抗她的这个早衰症 嗯 之后这个T病毒就很成功 其实那会儿 也觉得本来病毒 他们觉得应该是属于一种药嘛 然后就把这药给推广了 让全世界人民都吃了 然后你能够这个 因为最早我记得 生化危机 那个宣传 就是很多很多 生化危机2的宣传片 宣传片里有过嘛 就一支广告嘛 就说你使用我这个产品 你可以变得更年轻 然后最后说 你的副用可能是变僵尸 就当初他们不知道会变僵尸 但是后来说 发生了一些情况 就是吃这种药的人 开始有僵尸化 然后等于是这个好博士 就想停止这个计划 当时这会儿 这个我觉得刚开始 片里表现的 就是那个坏博士的目的 还是为了挣钱 他觉得这个视野 已经做这么大了 不能对不对吧 不能就是你公布这件事 咱们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就把这个好博士给杀了 还当着这个 当着这个 他女儿的面 他女儿的面 然后呢 再往后眼 就是这个坏博士 也不知道哪个人脑袋 抽了筋了 突然就这种做上帝的感觉了 他觉得我 这病毒既然这么厉害 我是不是可以 重新像上帝一样 去洗刷人类 制造一个诺亚方舟 因为他底边明确 讲到了大洪水 跟诺亚方舟 他要造一个僵尸海 然后这个 把这些不好的人都弄死 然后我们这些精英留下来 重新建造世界 说他有一种 用这种方式可以让地球的资源 你比如拿核弹炸地球 资源就没了 对吧 我可以保证地球的资源都存在 很多基础设施也存在 然后呢 我最后我在 把这些僵尸给 因为他们造的僵尸 他有办法会解决 等我们再出来 然后这些不好的人 都被僵尸化之后 我们把僵尸再消灭掉 我们就控制了整个地球 我成为地球之主 然后我就是新的上帝 所以有点邪教的感觉吧 他是奔着这个计划 来做的后边这些事 对他就是钱赚太多了 然后人性有点扭曲了 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万物的主宰 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这个T病毒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研发出来的 但是最后 结果发现了一些大灾难 比如我们在之前 看几部电影里的时候 有一些经典的镜头 在日本的街头 突然有一个女性 僵尸化 开始啃大街上的人 但是这个病毒呢 它又是通过空气可传播的 于是就大幅地感染了 几乎所有人类 然后有些小部分人类 就像他刚才想保留那些精英人士 基本上已经到一个地下室去避难 这就是风潮 风潮这个系统 这个是在游戏里跟电影里 都出现的那个风潮系统 对 他主要传播还是靠人咬人吧 主要传播还是靠人咬人 或者这种传播方式吧 因为他里边说到了一点 就结尾时候也说到了 就是他们最后说 抗病毒是靠风 就是靠那个空气传播 对对对 空气传播太慢 说没有人与人传播快 因为你可以坐飞机 我这点我聊到他 故事里讲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玩那个 瘟疫公司的时候 对吧 你靠那个飞机航线传病毒 瘟灑 比他们空气传快太多了 真是这样 所以他世界 就是说世界被迅速僵尸化 是因为 是因为有这些先进的科技 其实这也挺害怕 这个还也挺甚的 包括里边说到 就是在一里边 最终我们会看到 因为一我看了 最终我发现大反派 是一个AI机器人 是一个AI电脑 这里边AI电脑 一上了好像变得跟个好人 是因为片一上了 就是米拉眼那个人 跟AI的对话 就是AE里面 没出现红黄号 结尾的时候 好像有 就是说是有AI 我记不清是一还二了 反正就说是有AI搞的这一切 因为他们不记得那些 公司里边什么 都给关上门了什么的 他还有AI控制的 然后AI的形象 就是基于好博士的女儿 以她为蓝本 做的红黄号这个形象 但是这个红黄号 她被赋予了两种性格 可以说 第一个是 首先我要保护公司的利益 就是我不能迫害 雨伞公司的任何员工 然后第二 就是我又不能危害全人类 就是你看这个7里面就提到了 因为这个病毒感染的人 到达了70亿 那么这个基本上是反人类的 那么这个在他设计程序里 也是违背原则的 所以他后来还能帮助 那个爱丽丝 去报复这个雨伞公司 反正一开始就是 那个桥段就是爱丽丝 跟这个红黄号 这个AI两个人对话 就是这个红黄号就告诉他 说你回到你幻雄阵 然后最初的地方 你能去解决这些问题 能发现一个疫苗 这个疫苗通过空气 可以把所有的僵尸全部杀死 然后然后这个病毒 在世界上彻底消失 然后就爱丽丝就问 为什么会相信你 就是因为他们俩 因为我之前一直感觉 他们俩是对抗 主要是他们俩是对抗 然后所以到后来 他们最后进入这个风潮之后 会有解释是说 这个红黄号是一个 被设定的AI 他并没有那么多的自主权 首先他不能伤害 任何雨伞公司的人 他不能伤害 任何雨伞公司的人 所以他想杀雨伞公司的 这个老总人他也杀不了 然后再其次 他应该是按照 雨伞公司去执行任务 但是说之前 他被上传了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里边说到了 就是这个坏博士 想通过僵尸去毁灭全人类 到这会儿他才知道 就是这个AI才知道 就是这违背了 他另外一条原则 就是不能伤害全人类的 这个原则 所以他要帮助这个爱丽丝 但他又自己不能够 违背坏博士的这个 这个议员 因为他是他创造的AI 所以就是必须需要一个人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把爱丽丝又给框回来 对 然后但是这个爱丽丝 为什么这么猛 就是为什么他能完成 各种的这个任务线 首先刚才我们说 他是可隆人 但他不是第一代可隆人 就是我们记得 在三还是四里 出现了一堆爱丽丝 对吧 他是这个 有一个能给我就可以 对 都给你 你体力也跟不上 可能得多吃 我有药 我有药 我有药是吧 你们那个有这种药 然后这个爱丽丝 这个我们看到的 这个电影里面的爱丽丝 就是主人公 他是若干个克隆体里面 跟这个T病毒 融合最好的一个 首先他不会僵尸化 第二他又从T病毒里 获得了一些超能力 比如将自愈这种超能力 然后战斗力宝棚 然后所以导致 能够完成各种任务线 好像现在这一代 战斗力下降了吧 说是 他期间就是有那个 超能力被弱化的 对吧 被弱化了 但是我感觉在这个 就是中章的这个开头 他没被弱化 他跟那个 打铺冷额头 打了 那大铺冷额头 我记得生化危机 好像四还是五里边 是有过的 有吧 巨型怪 就能在天上飞 然后那个椅巴上 还有个钩 然后还有那个 有点像五的感觉 因为他有那个开车 跟那个的对抗 就是他确实用了 还是用了很多游戏里边的 这个经典桥段 这个还是有 对 所以有点 有点像同人作品 所以看着我很着急 我看完之后 就赶紧拿枪打他 对吧 你还开什么车 你之前草药没带够 对吧 这种感觉 所以这里面 就是他融入了很多 就是游戏 应该说是一个粉丝向的电影 我感觉 他才粉丝 对 那一会儿我再说我的意见 你先说 我感觉有点像粉丝向的 因为他这个 就是我听说 有一些电影 就是如果你没玩过 是看不懂的 然后就是像这个 生化危机 你完全可以独立来看 把它当动作片独立来看 对 因为其实好多 尤其可能中间几部拍的 有很多生化危机粉 不太喜欢看 生化危机 其实前半个小时 基本上一惊一乍的 因为我刚才跟导演说 我说坐旁边 有一个年轻男女 然后那男的紧挨着我 然后基本上五分钟 就这么着一下 就被吓一跳 就那种感觉 我看他坐在原地在跳 你知道吗 开始会很吓人 有从水里边往外 跑僵尸就砰一下 然后包括一个大扑冷额子出来 都会有这种 让人一惊一乍的这种感觉 对 所以就是 他俩看 就看到前半个小时 就是他俩距离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然后最后就抱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 剧情屁外也都没有 接着讲剧情 就看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红皇后 其实倾向爱丽丝 去拯救全人类 但是这里面就揭开了 这个爱丽丝的这个声势之谜 因为他们进风潮以后 进风潮以后 这个红皇后 以及爱丽丝的本体 都出现了 对 爱丽丝本体 是那个爱丽丝自己救的吧 因为我记得 有一个桥段 就是他们到了那个 就是他们最后 往最 风潮最底层去的时候 然后突然到了一个地儿 就看到周围全都是那个 棺材似的那种冰冻 冰冻人吧 对对 然后后来那个 他那个搭档还问他 就说 说的那个 这些都是谁 说这些都是那个高管 对 他们选出来的精英人士 都是公司高管 对 就是公司高管 你看公司的底层 最后都被拿T病毒 给实验 到底怎么样了 然后高管 全都在冷冻起来 为了他们就是说 这个僵尸 把整个世界毁灭之后 他们要释放这种 就是消灭T病毒的 这种疫苗 然后所有高管在 在苏醒 高管就从控制 这个公司 变成控制全世界嘛 然后这会儿 那个爱丽丝就说 他要去办一件事 然后镜头就切了 不知道他就干什么了 所以后台 后边才有坐轮椅的 那个爱丽丝本体出现 应该是爱丽丝去救的 但是你现在在医药行业 也算是高管是吧 你应该没事 你应该没事 我呀 我估计 我估计我就是在片里边 就是派出去当卧底的那种人 还没有到那个 可以动起来那种 就是你可以活 但你就是我没被动起来 你得出去办那种 比较难办的事 但是你还被主角识破了 对对 因为这里边就是 还是有生化危机里边的 那个游戏里的人出现嘛 就是爱丽丝回到 幻雄镇的时候 就看到了克莱尔 就看到了生化危机2的 那个女主角嘛 然后他们已经在那 形成了一个小队 然后在阻击敌人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奸细 这里边有一个奸细 然后最后他们又 重新杀进风潮的时候 这个奸细是暴露了 奸细是暴露了 不是到最后 他必须有跳反了 就是最后最后 那个奸细跳反的时候 发现那爱丽丝 已经把他子弹都给 就是有一桥段 就是跳反了 拿枪打爱丽丝 就发现子弹没有 因为那把枪是爱丽丝给他的 然后就有一个回忆 就是闪回 就是爱丽丝在给他枪之前 把子弹都卸掉了 然后特别逗的 那个奸细还问他 就是你怎么识破我的 爱丽丝回答也特别厉害 就是说 就剩你一个人活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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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奸细谁是 对是这样 所以最后那场戏的 对包括那个坏博士 因为开始我们看的时候 有一个坏博士在外头 一直在追杀爱丽丝 最后到结尾的时候 这个威斯科眼睛男孩活着 把这个 就是说放出一个中级 中级BOSS来 中级BOSS放出来之后 还是那个博士 那个不才是主本体吗 对那个是本体 然后外面那个 全是他的克隆人 就是相当于他的傀儡 去办一些 去办一些事 对对对 但是这里面我觉得 有一个比较浅的 探究了一个哲学问题 就克隆体都认为自己是本体 对 你发现吗 对对对 我现在也认为我自己是本体 对你可能不是 对我不定是 就不定在这儿动着呢 之前齐瓦辛格 不是演过一个电影就是吗 他觉得自己 那个是什么 被杀了 然后就回去之后 看家里边还有一个自己 然后他一直觉得 就是他被克隆体替换了 然后就说几经皱折 发现他自己 才是那个克隆体 这个克隆 所以真是克隆体 都会以为自己是真的 对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你想想那个 坏博士 首先他肯定是 这个身上携带病毒的 但同时他对自己 又进行了生化改造 因为你会发现 就这个桥段 我觉得有点学 那个大侦探福尔摩斯 就是他会对 即将发生的事 进行一个分析 你像那个女主 对吧 爱丽丝 他也在分析 就是我用桌上 哪个武器 去干掉那个博士 让你博士 你发现比他高端 博士那个是可以量化的 但是最后还是输了 对 因为博士没想到 他被他自己干掉了 对 对吧 他被自己的克隆体干掉了 所以这就有一些 小小的哲学成分在里面 反正对 对 是这样 包括 这最后反正就都死掉了 马上威斯克也死了 刚才你也说 威斯克死得非常尴尬 对 就是在游戏里 你要使劲打的 还不一定能打死 结果这里面 主要是因为 因为米拉乔维奇 演的安利斯本体 他是公司的股东 他有这个任命权 首先他把这个威斯克卸任了 然后威斯克被门尴尬了 就因为那个AI是有那个设定 他不能 其实AI想杀威斯克 也想杀坏博士 他想杀了这些坏人 但是他有一个设定 就是他不能杀 那个就是预算公司的人 他必须保护预算公司的人 所以爱丽丝把这个 自己本体给找出来之后 就跟这个坏博士对峙 然后呢 这个本体 其实他这个本体是个好人 就是那个小女孩老化了 就是说你是 等于你是联合创始人 我没法开你 但我可以开他 然后我现在以这个 持50%以上股份的身份 告诉你 你被开除了 然后那个 那个 洪洪号又被杀他了 那门 哐就给他 就给他演在那了 一个在游戏里边的总boss 你需要拿火焰筒炸 然后能变成各种各样 打妖怪 被一个门给掩死了 就 这个 这个桥段 应该会被够病 但是无所谓 因为最后 他宣扬了这种真善美 真善美 真是真善美 你看 因为这两个爱丽丝 其实都是为了人类 然后奉献了自己生命 然后包括那个 就是爱丽丝的本体 它是 相当于是一个老年的爱丽丝 只是外观看起来 是老年的爱丽丝 他为了除掉雨伞公司 对吧 这种阴谋公司 然后把整个这些高管 什么全都给炸了 然后对吧 然后这个女主 这个科隆的爱丽丝 他为了拯救全人类 他自己是提比农携带者 他不惜有可能付出生命代价 也要把这个解药 对吧 就之前是告诉他 就是说 如果你把解药释放了的话 你也是这个病毒携带者 你会死 对 但是他还是最后说 为了全人类 我必须干这件事 就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者 我跟你说 对啊 就就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对啊 最后 但最后没有死 最后没有死 然后那个洪皇后又出来了 洪皇后就是 反正跟他说 就是说我们就是 那个 怎么说 说能杀死你的病毒 但是你跟他那个融合 是怎么怎么样 反正你死不了 我们之前就知道 但是说那你为什么 不提前告诉我 说我们就是要考验 你这科隆人 是不是能够 有这种伟大的思想 什么什么 就是组织给你的考 导演 对 导演可能没舍得让他死 肯定受不得 肯定受不得 没舍得让他死 但是你好像在这个 记忆深处对这个米拉 就因为听你说 你在钱包里 放了十年的照片 对 这是我们怎样的心境 就是反正就 所有他在电影里边出现 就都会想 要是跟我在一起多好 你看的第一部是第五元素吗 米拉第一部 他演的第一部 肯定不是第五元素 他第一部叫那个什么的 偷越琴是吧 我看的第一部应该是第五元素 应该是第五元素 我觉得咱们好多人接触米拉 都是 应该是第五元素 科幻吧 从科幻开始入手 肯定看的是第五元素和那个 不是 我知道米拉最早是T台 我从小就就是 看时光秀 我比较喜欢这个 所以我爸一直诟病 因为我认为我的这个 不正经 不是 不是不正经 那也不是黄色的 假如我比较喜欢看时光秀 然后对 我爸觉得那个女孩爱看 然后看那会儿 那叫什么时尚庄园 特别清楚 特别清楚 每周看北京菜时尚庄园 听起来很早 对 很早 主持人叫陈宁 他念国外那些大牌 念的非常好听 他学了很多 然后最早是T台上 知道米拉的 包括戴盐 迪奥的那个 是叫毒药的 香粉戴盐 最早是从那知道 有这个人的 然后后来是 看到就是第五元素 后来看到第五元素 我发现 这个好像是那个女孩 就最后一发现 真的是 然后因为那会儿 有一阵特别迷恋 吕克贝松的作品 我觉得你应该感谢 吕克贝松 但是你心里 又对吕克贝松 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因为你像是她前夫 就是吧 一会儿就是 然后 对对对 米拉乔是一个 特别喜欢跟导演结婚 以及 因为米拉之前 在演前两部电影的时候 就包括那一个投影院 虽然她演的是一个配角 但是她最开始 因为就像你说 她最开始是一模特 对吧 然后她后来转到荧幕上 但是真正捧红她 就跟这些大腕 有搭戏的 这要感谢吕克贝松 是吕克贝松 因为吕克贝松的审美就是那样 她吕克贝松的 那个女性 我觉得感觉像一个典型的法国人 对对 但米拉是乌克兰人 对 就都是 但都是欧洲 黄毛那种 你看天上 那个脸型 其实跟米拉就很像 很硬 那个棱角 所以就是最早确实是第五元素 然后之后是圣女贞德 我觉得圣女贞德演得非常好 所以就后来很 就那会儿就非常喜欢米拉乔 所以就是 她有很多这个艺术照 那个他们就叫什么 大片 就拍的那种 写真吧 写真写真写真 就是那块也不太懂 当然是张黑白的 然后那个低着头的 就在钱包里放了很长时间 确实是 包括 而且说一类米拉的演技 其实挺好 你别看说圣瓦维基演的 虎了巴基的 就是其实 她是个挺有才华的人 她还拍过什么百万九店 她里边演一个神经病 就是她非常适合演神经 有问题的人 那个是叫幻影追凶 我记得有一个 那个也有 那个也有 非常需要演技 她演的是一个脸盲症 反正她中间是有一段 是秀演技的年代 就是她演过很多 类似于就是 有点奔着得奖气质去的文艺片 然后是神经病 孤独症 包括后来跟那个 你钢琴师那演叫什么来的 长得跟六小灵童似的演讲 钢琴师你说 那个阿德莲安 对对对 她跟她还演过一个 她跟她演过 是不是 小灵童 她还跟她演过一个 然后那我也看过什么 就是她在里边演的 也是一个不太正常的贼女 然后那个去人家什么的 都假装自己是CSID 打滚什么的 她演过很多这种怪的 后来就跟生化危机的导演 认识之后 开始拍生化危机 就一下就开始演 就演了这么多 演了这么多年生化危机了 就突然演英雄了 就是她变成了一个动作 动作向的一个女性 我觉得是 就是她回归了 跟吕克贝松的那个年代了 吕克贝松她拍的 第五元素 然后质女贞德 其实也都是女性英雄 对 然后包括那个 后面她演的那个 致命子罗兰 对 致命子罗兰 是不要看 那我看了 谁是笨电影去的 都是笨女主去的 因为她那里边 也有病毒的问题 对 致命子罗兰 你看病毒问题 然后包括 所以导致我看 迪斯雷的时候会挑戏 迪斯雷你应该看过 对吧 就是她在分析外星人的问题 我觉得那对她来讲 都不叫事 不叫事 僵尸那 没问题 你永远回归到 第五元素 她就是外星人 对 她自己 她自己就是 那么一个很厉害的形象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 就是像 90年代那会儿 就是女性那种 英雄的形象 就开始 就是被推向了 这种荧幕 被推向了荧幕上 对 是 我觉得 我觉得跟 吕克贝松 和米拉乔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反而我能想到的 基本都是 就是吕克贝松 包括吕克贝松 跟她前期 好像也拍过一个 也是跟女性英雄相关的 我记得是 名字我记不太清了 然后之后的两部 你说起女性英雄 来最有名的几个 其实确实 第五元素 跟圣女贞德 是 一个是科幻的 一个是古典的 你说到 古代的欧洲女英雄 可能 圣女贞德 真是排在第一 是 对吧 中国可能是什么 华木兰这种 但欧洲可能会有 这个圣女贞德 所以你会发现 女性 所以我觉得女性 英雄崛起 跟米拉乔 是有直接关系的 然后像之前 就是米拉乔 为期之前 像美国七八十年代 我记得像 琳达卡特 演过那个 神奇女侠 但她不是 以电影形式 电视连续 她是电视连续 那肯定我也看过 对吧 你也看过吧 就是 她应该不算最早期的 最早期肯定还有 但是从米拉乔 为期开始 对对 女性的形象 多 对 就是被逐渐的 就是再往上推 对对对 因为我 因为你想在那个 就是神奇女侠 这个电影里面 就是琳达卡特 为什么她能够 去当那个女主 其实就是当 胸大 对 就是仿间传闻 是因为这个 傲人的上围 对吧 因为现在那个 新的那个 神奇女侠 不是今年也会上吗 就一直被勾病的是 她是正义联盟里边 胸最小的 她比他们本阿菲雷克 比上次胸都小 你看海王那胸 我的天哪 她作为唯一的女性 她是胸最小的 对 盖尔加朵 这个主要还是以瘦高 我喜欢 我喜欢 她特别高 一米八级八不几的 是 是吧 就是那会儿的 神奇女侠 真的是因为以胸来去获胜的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吧 因为怎么说 七八十年代 美国也来发展 我觉得她们对于女性 还没有到达现在 这种认知的一些高度 她们对于女性的这种形象 尤其对于外在美 她们是以这种消费的心理 去切的 对吧 就是像这个 就是以这林达卡特为首的 这个女性英雄 都是要求有上围 然后有胸有屁股 对吧 包括那个漫画的这些形象 对吧 对吧 就更是 因为你画肯定随便画 所以你看那会儿 想什么女后客 就更别说了吧 那个不会让人有遐想吧 都绿了 不是 但是她穿着职业装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她穿着职业装的时候 行 对 其实 对 卡莫拉也是绿的 卡莫拉 也还挺好看 都是大胸 对 尤其是从现在 就搬到银幕 你看就像那个Zoe 就是那个演那个 卡莫拉的那个女性 她演了很多 就是像致命黑兰 对吧 她也是以这个 打女的形象出现的 你觉得 就是这个她对 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 就是人的这个意识 或者精神文明 在不断发展 就是对女性这种尊重 就是也上升到了一高度 就 我不太 不太好说 但可能我觉得 跟女权有关 因为 但是 我个人 没想那么多 我 我可能个人偏好 我可能有声乐倾向 我就喜欢看女的大男的 就 真的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 大家都会聊到 他们喜欢看那个 那个谁演的 那个 Mirror Gibson演的 那个 叫什么来的 勇敢的心 勇敢的心 他们看那个特别感动 我看那个就 感觉很一般 然后 但是对应的就是 其实它很多戏 对应的跟圣女贞德 是类似的 但是我看圣女贞德 就特别感动 所以后来他们总结 我喜欢看女的大男的 我就是 我个人的原因 我不知道为什么 父亲对我的威慑太大 我特别恐惧 也有可能是跟这个 心理性别有关吧 这也可能因为我内心 是个小姑娘 我一直很痴迷于女性 对吧 因为之前你不是说 你也换过心脏吗 对吧 就类似这种 可能跟这有关系 好 心脏里都是真的了 是吧 对 不过你刚才说 就是新的神奇女侠 据说神奇女侠 这个导演 好像是一个女性的导演 然后后来被换掉了 好吧 是吧 应该是吧 现在很多都是在 坊间说的 我没有太 就这件事 我们坐实 因为我看了新闻 就是说 这个女导演 她好像是因为 跟这个制片方 在这个就是剧本上 还有就包括 她个人那些创造 发散的点上 好像不合 意见不合 然后后来她离职了 就主动提的离职 说你们片方 既然不接受我这点 我就不拍了 其实女权太严重吧 对有可能 有可能是 所以现在换成一个男性导演 就是 我觉得我还挺女权的 但我也不太喜欢 女权过于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生化维基》系列 或者说米拉乔系列里边 拍的最好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这个 你感觉出 女性英雄的存在 但是你并不是让她 这个就是让你刻板觉得 她在玩命的讲女权 你明白 他只是一个标杆 但并不是说 实际中 每个人都要去玩命 对 就是你用力不猛 就是你有时候用力太猛 你会让人觉得很尴尬 就是他用力不猛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桥段 或者一个场景 是体现他女权了 但你整个看下来 是一个女人在拯救世界 这个是比较好的 我不太喜欢那种 就是刻板的 我非要在这个桥段 加入一个说辞 或者在这个桥段 加入一个什么场景 然后去体现了 女权多伟大什么的 这样反而就有说教性质 就会尴尬 所以对啊 对啊 包括就是整个米拉桥 这些都没有这么明显的 这种感觉 你刚才说盖尔加朵 你也特喜欢是吧 你是通过速度与激情认识的 知道他 对对对 速度与激情 但我觉得他比那个 那韩国那哥们抢戏 而且他比他高太年了 不是就是对 他只要出现在平衡 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了 就包括他 他身高实在是太高了 就是他后来还拍了一个 叫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家庭那种特工 就是有点像乌龙特工 那种感觉 那我知道前段 在中国还上了 对对对 然后大家说那个片不怎么样 但是你要说为了就看腿 我觉得就是 说这个票钱都非常值 非常值 就是对 因为我看升华维基 看升华维基 至少整个前边一大段 因为对白很少 升华维基这一版 对白很少 主要是打 你就打呀 然后跑 你就是去看米拉的 票钱是值的 而且我觉得这版米拉 比以前好看了 是吗 我真觉得比以前好看了 我觉得二三四 就这几集米拉的那个 发型啊什么 虽然也乱 但是绝不美 这版觉得特美 可能因为 说完孩子调样的比较好吧 包括那个 就是魔兽 包括那个魔兽 就这次那个上映的那个魔兽 我觉得对于 加罗娜这个形象塑造的 也很丰满 就我觉得他真的有点强 那个 那个洛萨的戏 不用评价 那个故事不是被改了吗 那个对吧 咱就光说荧幕上 就荧幕上那种形象 反正从阿凡达之后 这类形象 我都觉得我心里开始扭曲了 因为 这就 就确实会对 有点青棉獠牙的 这种女性卡通形象 开始会有一些幻想了 包括尤其最明显的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银河护卫队里 那个卡莫拉 这个确实非常喜欢 就是ZOE这个演的 对 所以你以前 你说你小时候 以前在被窝里看的是 那个韩玉良是吧 然后你现在是不是就开始 看这个银河护卫队的漫画 躲在被窝里拿手电罩着 不用躲 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 哎呦 天呐 我觉得就是像 就是女性搬上荧幕以后 因为我在我印象里 好像好多就是 女性的这个电影爱好者 她们好像 还是比较喜欢男性 但是这个 女性的这个英雄形象 被推上荧幕以后 感觉是不是对她们 会有一些影响呢 就是她们会不会被吸引 对女性观众会不会变多呢 呃 不太好说 我觉得女性 英雄也不太吸引女性 就更容易吸引男性 更容易吸引男性 男性英雄反而更容易吸引女性 我是这么觉得 包括 不过我觉得咱俩 就是我跟赛亚S是一类人 你 哎呦 你可能跟Ivan睡着了 你可能跟Ivan是一类人 就是说玩游戏这个事 就是选角色 如果可选性别的话 好像你一般都选男性 对 而且我选都必须是猛男 对吧 那个谁Ivan应该 我从来 我必须得是 还得是猛男 你看我选的都是冷人 我跟赛亚S都肯定只会选女性 就是这是两种 就是后来这个我做过分析 就是不一样 就是你们的代入感会更强 对 你会把那个人想成你自己 对 对 我跟赛亚S是从视觉角度讲 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屏幕中间 你只是个男人的屁股 你明白吧 就是这是两类人 所以就是有一类男性观众 就他并不 就类似于我这样 他并不是说看这个片 体会到了这个女人 比男人强 他恐惧 他就是想看一个女人 特别英姿洒爽的去干架 你能明白吧 就是他比我看 比我看一个男人 全是肌肉大 我觉得高兴 就取悦了我自己 而我没有代入感 我说我是那个 我是爱丽丝 我没有这种代入感 我想都是我要跟他在一起 就这种感觉 因为我之前有个小女朋友 他特别爱看那个 就是类似于举世强森的片子 他就是想看一堆肌肉男 去互相怼 他说这个片子 整个过程 我不需要制作故事情节 我只要看他们打架 就很开心 就是他 我们可能是在这方面 是在享受 纯视觉上的这种 这种异性给的刺激 就是你觉得异性 可能在你看来 打斗的这个过程 画面 对 姿势很美 包括这回他打的姿势 也是很漂亮 很多跟体操动作似的 对吧 确实很漂亮 所以就是喜欢看男性 这种英雄的这种男事 他基本上是代入感 就是会把自己带到 这个故事情节里边去 这是两类吧 那你看就刚才我们聊了 很多这个女性的英雄形象 就是你会发现 现在也有一个文化的趋势 就是很多 现在用现在人画说 叫娘画吧 对吧 就是包括现在有些游戏 尤其是游戏作品 还有一些漫画作品 喜欢把一些经典的IP 把它女性化 你觉得这是不是 现在一个大趋势呢 我觉得这受日本影响 我觉得这受日本影响 因为我去日本 你会发现一个特别逗的事 日本不是有很多铁路线吗 它就什么什么 这个新干线也好 或者说是什么什么 什么山手线 很多线 他们特别逗 是把每一条线 全都凉化 你明白吗 就是他们整个 日本的这个铁路 这个铁路局吧 我不知道他们应该叫什么 或者叫什么 反正就专门负责铁路的 这个地方 这个部门 他们把每一条线 全部做出一个女性形象 然后身上的这些衣服 是代表着 他走的这条线 上边的这个 这个风景也好 是这个火车的 这个特色也好 能够从这个女性身上 看出这个火车的 这么一个感觉 作为他的代言 作为整个铁路局的代言 包括他们的城 他们有多少多个名城 好像城也有类似的 这种女性形象 就是 其实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做成男性形象 肯定售卖 售卖量不高 对吧 就是你把所有火车 都做成男性的 这个 我估计感 可能只有这种 妇女可能会去买 但是作为 做成女性形象 首先男的会买 他形象很可爱 很多小姑娘也会买 那就是 那像你这说法 因为你不是之前学美术 然后我觉得 你可以从这个美术角度 给我们解答一个问题 你说这是不是跟性别的 有关系 男性更偏重于视觉的这种 视觉 有关系吗 这个应该不算 不算那个 那个美术方面 但是心理学生 男性会对视觉的要求 更高一点 所以他从纯视觉的影响 就是通过女性的形象 更好影响 你就跟搞得像一样 其实说实话 男孩看女孩 第一眼是看 看样貌 这是肯定的 对吧 这个会比女性看 男性长的这个样貌 会更重 但并不是说女的不看 因为现在很多女孩也看 但是会有比例 所以就是从日本的那一套开始 就是他们发现做女性形象的 这个经济效果 经济效果会更好 你就如果你去过日本 就会发现任何东西 他们都能给女性化了 都会去娘化 所以后来就开始有了 类似VG当千这种 就看来他们英雄 也都给你娘化掉 所以就是人的驱动力 还是经济 因为他们在满足你 那个眼球的同时 满足你眼球的同时 他们也挣到了利润 对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是因为整个 现在欧美的很多的文化 也都开始受到女性影响 因为米拉最早是做模特的 就时尚界 现在很多时候开始中性化 就男不男女不女 就是做中性化 其实米拉就是一个 偏中性化的角色 在欧洲比较吃香 美国还稍微会弱一点 因为美国还是比较注重前途后窍的 如果你到了整个欧洲的文化 时尚界就是更偏中性化 所以像米拉这种生化维基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的偏到女性化 偏到头了 它是有点偏中性 如果现在你是制片方 问你问题 如果你现在制片方 米拉和寡姐让你选一个 你选谁 很难回答的问题 你要是从形象看 还真是 我感觉可能米拉会更合适一点 但是经济效果肯定是要选寡姐 对 肯定会选寡姐 但是我觉得这个扮相来讲 就如果让米拉去扮那个邵左 我感觉形象差距稍微大一些 你还好吧 因为我觉得米拉的身高 会比寡姐高一块 就是他能够那什么 就是因为邵左的形象 还是更高一点 对 身高还是更高一点 更酷一点 因为米拉除了眼神经病 就是眼特酷的 他没有想寡姐 对吧 他没有想寡姐演过 类似于什么 迷失龙京啊 什么赛摩典 这种小女生的戏 所以他那个人物形象 我觉得可能色起来更容易 寡姐是因为后来演黑寡妇之后 这个形象被重新苏立了 所以也还不错 也还不错 还是很期待的 包括那个抄体是吧 对抄体 女性英雄的形象 对 他其实要没有迷失龙京什么的话 这些之前对于这个人 印象的这个 这个复加的话 他其实也很不错 这个抄体很像 你说这个抄体跟邵左感觉很像 是吧 那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娘化问题 我就是 因为你看在动物界 就是雄性 他往往表现的就是 在外在上的美 比雌性更多 比如说尤其像 像孔雀这种生物 你要雄性能开平 他去吸引异性 然后现在男性 就是咱们就不说作品了 就说这个 真人啊 就是真人也有很多 那样的 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 在凡族现象 无聊你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太无聊了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反族现象 因为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这样 都是在这样吗 我觉得我觉得欧美还好吧 都在这样 我觉得欧美 我觉得欧美更严重 因为我在那个地铁上 就是被这个老外一看 就是欧洲人那种的 然后就是招摇电话 是一个男的 然后画着黑指甲 然后耳朵戴上耳环 然后在地铁 那个是哥特 那个不是娘化 不是是娘化 因为他那个手是那样的 手是蓝花指 蓝花指是遗传 我也蓝花指 那个是遗传 就是这个安德鲁这个导演 他就是听你刚才说 他还拍了这个真人快打 这个电影 那好像是早期的作品吧 真人快打 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很逗 你把他的片子 可以拉出来看的话 基本上就是游戏改编 或者改编游戏 因为好像他拍过一个冰人 据说后来改成游戏了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就比较怪的导演 一般导演都会追求一些艺术 或者商业 或者搭片上的 他这个人是不是个死宅 他就是在追求游戏 他应该就是一个资深玩家 对吧 我感觉是这样 就是不是 很多人可能都是资深玩家 但是他的艺术追求 可能我把游戏去 就是这个 我想怎么讲 就是 去表现这种感觉 什么东西 去把这个里边的精华体验出来 但他不是 他就是上等游戏 那像游戏 跟电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载体 对 那么他在改编游戏的时候 他在把游戏改编成电影的时候 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改动 那么这里面 我觉得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是面向更多的人 还是就专门针对这些游戏粉丝 因为你针对不同人 拍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一样 比如你要为了 想推广的游戏 比如你想让更多人认知到这游戏 那你势必要面向一些 没有玩过这些游戏人 我觉得至少像 《生化危机》这个导演 最后是做到了 让就是有两拨人 一拨人是《生化危机》的玩家 一拨是《生化电影》的 这个粉丝 就因为这两拨人 其实交集并不多 就越是骨灰级的《生化危机》玩家 越不太喜欢看这套电影 但是这套电影 又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粉丝群 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会挺有意思 就是他是在导演界找了一条 另类的路 而且把这条路走的算是最顺的 因为其实电影改编 游戏改编电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 但几乎没有成功过的 然后电影改编游戏 基本上就成功的也不多 你比如说当年《指环王》 《生化危机》 《指环王》 然后《黑壳帝国》都出过游戏 但是都没有说是让人觉得到了巅峰 直到这两年的蝙蝠侠确实是很厉害 我真觉得蝙蝠侠 但他那个你说 我觉得那个不算电影改编 那个算是漫画改编 那个漫画改编 它是有一个更大的文化了 就是纯从游戏改编 比如之前演过的《古墓丽》 对吧 叫《街霸》 街霸别上歌云顿 街霸 我记得《全黄行》也有过 我记得《全黄行》也有过 都效果不太好 都是会受到原游戏的粉丝的一些质疑 但是这个导演 比如说《真神快打》的电影 虽然不可能说是大片 或者说是获奖 但是说实话 在游戏改编界里边也算拿得出手的 包括整个生化危机能拍这么多 是他可能是有像媳妇 所以我最早就说 我觉得这个片我看到后来都是满满的爱 都是一个导演对自己媳妇满满的爱 那媳妇就是想回归当年 跟前夫拍打人的戏 这个老公就一直支持他拍了这么多生化危机 他开着头开他节的尾 对吧 就是中间肯定人也参与了 就是生化危机这个奇怪的题材 能够拍六部 他也不 他不会能说自己有钱 真自己掏钱 真是纯为媳妇拍六部 那一定是还是有票房 有收入 能收回成本 然后投资方向继续投 所以他还真的算是很成功的 我觉得就是说游戏跟电影的互相改编之间 他算是比较厉害的导演 但是比较怪 他不是那种大众型的导演 他我真看了他那个 除了好像三个互相手 是后来他跟米拉乔又合作拍的 以外就剩下的 我估计 就是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游戏相特别明显的 比如真快达 然后冰人 还有一个什么 什么异形大战铁血战士 对吧 异形大战铁血战士 也应该最早出的是漫画吧 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改编 他是比较擅长这个 而且能够做到 就跟刚才我想说的是 就是你看现在的一般大片两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 生化维基很短 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 它其实应该是属于一种小成本的 相对小成本 不能真小成本 相对小成本一点的 针对于某个固定人群的这种片子 就是做的还算很成功 这个从商业上成功 我指的是 安德鲁这个胸襟还是挺宽广的 不记之前的一些事 但是 但就是说 我觉得是米拉有她自己独特的魅力 当她跟一个导演结婚之后 这个导演就会疯狂的拍她去打男人的戏 那你觉得 就是像这种电影 就像那个 你刚才也说了 像双方危机 你即使不了解剧情 对吧 也可以独立当动作片看 那么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些粉丝 就是电影的粉丝 会因为这个电影的作品 去投身游戏 去玩这个游戏呢 应该也会吧 应该也会 但不太好说 因为游戏里面没有主角 我觉得很多喜欢生化危机的电影的粉丝 比如我没玩游戏 只喜欢电影 很多时候冲着这个主角 很多时候冲着主角 是这样的 对 因为整个戏 其实你能感觉就是围绕着她 全部都是围绕爱丽丝 不像有些 你比如像一些漫威英雄戏 她会 哪个人物形象 都会去塑造的更丰满 群口 对吧 这个没有 这个感觉 对 这感觉是个单口 这感觉就是 所有的戏全部是 所有的情节 交织于这一个人 所有的故事的桥段 是通过这个人去展现 所有的 包括镜头 都是永远以她为核心 你几乎都很难见到 这个镜头里出现了米拉乔 但米拉乔在一个角落里 这种镜头 基本都是没有的 就 全部是以她为核心点 去展开的 所以可能对于这个电影 只喜欢这个电影的粉丝来讲 她是喜欢这个形象 然后她再去 回到游戏里边玩的时候 可能会很难有代入感 我这么感觉 但是她 之前中间几部 以及最后这部 上克莱尔出来 她是企图想让很多游戏的 粉丝去接受这部电影 比如什么克里斯的加入 是那个米帅眼的 然后还有那个 冰冰的加入 冰冰的加入 然后克莱尔加入 还有吉尔的加入 加入 都把游戏里这几个主要形象 最后都穿进来 包括维斯克 对 最后被门淹死了 是这样吧 就主要她还是要 就是在拍电影的同时 还是要照顾一下粉丝群体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她成功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在 我以这个故事提取出来 去拍一个片 而不是去重复你的 那个游戏 就是她不太像一个游戏的衍生品 她更像一个独立作品 对 她从里边 你抽离出这么一个概念来 然后去拍了这么一个片 完全加入自己的一些手段 包括之前真人快打看 也是这种感觉 但是她 因为可能她是粉丝 她自己也是粉丝 比较了解 她把一些人物 就恰到好处的搁进来 恰到好处的搁进来 而且并没有 而且包括没有损坏那些人的形象 比如像之前的街霸 可能就对于 其他一些形象的损害 可能会有一点大 就是她过于的去体现 那个鼓劣的那个形象 而 因为你有喜欢使大兵的 有喜欢使白人的 有喜欢使红人的 你把白人红人形象弄那么弱 对吧 就玩家的代入感会特别不爽 就会觉得你在侮辱我的游戏 而且就是像那种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格斗类游戏 格斗类游戏 其实咱们玩无非就是操作 但实际上就是这个厂商在做的时候 卡普空在做这些人物的时候 他对这个人物都有一套完整 都有 都有 都有完整 但是他那个被改了 所以我就说 用户没法去代入感特别弱 我就不喜欢鼓劣 我昨天刚让一个使鼓劣的 因为那会儿你玩这个人 你就对战 你就老使这个人练 刚让那个使大兵 给我踹死了 我就看一看我就翻 就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他特别讨巧的是 他把那个米拉乔重新塑造了一个 跟那些人没关系的形象 然后去讲出生化危机背后的 这个雨产公司的这个故事 然后那些形象又都是以正面的形象 去加进来 没有去丑化他们 而且每个人加进来都很厉害 像克莱尔 这回我们说的 克莱尔也挺猛的 对 也挺猛 但是他这种游戏 他毕竟是那个角色扮演的游戏 包括你刚才说的那种指环王 其实我觉得指环王 他从电影变成游戏 他先从小说变成电影 再从电影变成游戏 他我觉得他更多的是 把游戏变成了电影的衍生品 对 那本身就是游戏是电影的衍生品 他是指环王是那个 赵哥是常伟 不是 指环王和那个 《亥克帝国》那个 就明显圈前嫌疑 就是游戏做的不太好 但是它里边 你必须要玩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是这个电影的粉丝 你必须要玩 因为里边 指环王好像是放了40多分钟 游戏 就电影里根本没出现的情节 而且是全部真人扮演 你明白 就是你要想把他们这个电影看完 你得玩那游戏 然后《亥克帝国》彻底把一段故事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威尔士密斯 他媳妇演的那个人 他是作为主角 整个那段故事 全部都挪到了游戏里 而且就是 我觉得他们也挺神的 就他们都拍出来了 电影级别都拍好了 不在电影里放 你在游戏里边的过场放 就是人家这种电影 就是这种布局 就布局的很长远 对吧 就是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有点讨厌 因为游戏不好玩 确实是 确实是 因为它本身就是按照衍生品去做的 所以 对 你说这次是按照衍生品做 对 对 你是这一次 就是它是按照衍生品做的 但是生化危机 这两个东西是独立的 是独立的 谁也 就你现在已经没法说 生化危机电影 是生化危机游戏的延伸了 它已经形成独立的一套文化了 但两个是 对 表情呗 没错 没错 但是在国外 他们敢这么玩 是因为国外有 就是对电影的一个行业 它有一套完整的这种保险体系 对 这你肯定要了解 就是包括像 就是因为我有朋友 他去那个做 去了解一些国外这种方式的运作 国外电影 首先它有保险保障 就是比如说 保险公司会有人来专门评估 你这个电影 大概票房能到多少 然后你叫我投保 如果没到了 我把那个钱补给你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收入是来自于周边 那么周边游戏也算其中一个环节 周边不是说光是主题的 什么T恤 或者说玩具 就是像这种游戏 我觉得都是 衍生品这些都可以归类为周边的范围 对 但是就是 生化危机电影的衍生 我肯定会买 对 所以他敢这么玩 对 真是 对吧 就包括那些手办模型 肯定会买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也受日本一些影响 他们来做这种事 日本反正是比较把游戏漫画玩的比较透 去过秋月园 你就会明白那种疯狂 今天我们通过生化危机这个电影 也聊了一些米兰乔维奇 他的一些作品 然后包括这个游戏改编那些电影 好 今天就这样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